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十大会期敲定海外罢屏 媒体自嗨 众说纷纭 二十大是中共的例行公事 不是国人的生死关头 美中高科技竞争进入混战 好 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的报道内容 白宫宣布拜习会安排正在进行时 据中央社报道 美中关系因美国众议员议长佩洛西访台恶化 外界担忧11月拜习会恐惧生变 但美国白宫国安会发言人科比今天表示 双方仍持续积极就拜习会日期地点进行协调 但目前尚未有定案 为反制佩洛西8月初率团访台 中国宣布取消或暂停中美八项气候军事 及打击犯罪相关合作及会议 且在台海军事挑衅行动频频 部分人士担忧原本渴望于11月举行的首场拜习面对面会晤 恐因此生变 不过 科比今天在线上媒体简报会被问到此事实表示 双方仍积极就拜习会日期和地点进行协调 安排工作持续进行当中 但目前尚没有定案 华尔及日报8月中引述知情人士指出 北京官员正在安排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访问东南亚 与美国总统拜登面对面会谈 地点可能是11月15日到16日 由印尼主持召开的20国集团领导人巴黎岛峰会 拜登去年1月上任以来 与习近平进行过4次通话及一次视讯峰会 最近一次为7月28日 但两人尚未面对面会晤 针对被切断的8项美中合作及会议 科比表示 这些双边机制目前仍然中断 其中气候、泪、亚、片子、痛剂、芬太尼等议题冲击全球 美方对这些机制遭切断感到非常遗憾 呼吁中方能重启 但科比强调 美中在资深官员层级仍保有沟通管道 美国驻中国大使与中方每天会就一系列议题沟通 双边军方也还能在适当的层级与对方沟通 他说能至少维持这些沟通管道畅通很重要 有助降低误判机会 特别是在南海、台海等争端可能升高的区域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非主流团派色彩的汪洋会是下任总理的人选吗 他能拯救中国经济吗 这取决于习近平 日经亚洲报道 中国经济正处于异常严峻的困境中 16至24岁的年轻人群的失业率已达到近20%的历史高位 而公务员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公务员的收入则下降了30% 谁将能够担任下一任总理 并拯救陷入困境的中国经济 商界有人认为 现年67岁的全国政协主席汪洋是合适的人选 汪洋在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四 五年前汪洋进入政治局常委会一直保持低调 他也经常发表言论 表明他对69岁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忠诚 汪洋被认为是团派成员 但实际上汪洋与共青团的唯一联系 是在80年代上半期担任过他祖籍安徽省团委的高级官员 不像前国家主席胡锦涛和现任总理李克强 以及59岁的副总理胡春华 汪洋不是经团中央进入中共核心层的主流精英 与他的三位同事不同 汪洋也没有担任过共青团中央书记的经历 而前中共最高领导人邓小平 在提拔汪洋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汪洋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 中学毕业后他在一家食品厂工作 30多岁时 汪洋出任安徽同龄市市长 着手改革地方行政和国有企业 汪洋曾写过一篇题为《醒醒同龄》的文章 发表在当地报纸上引起了北京的关注 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在安徽停留 据说会见了当时还是年轻地方领导人 改革开放拥护者的汪洋 得到邓小平的加持后 汪洋开始晋升 汪洋历任安徽省副省长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 国务院副秘书长 重庆市广东省委书记 随后他进入中央领导层 先是担任副总理 然后是政协主席 汪洋之所以受到关注 是因为官方媒体对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报道 报道被认为反映了今年北戴河会议上的讨论 在过去的十年里 习近平一直在追求超越邓小平的成就 为他不寻常的第三次连任铺平道路 他试图推翻邓小平制定的所有规则 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安全方面 但随着中国经济的严重放缓 北戴河表达担忧是很自然的 虽然没有任何公告 但官媒央视的报道暗示 李克强才是延续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引领者 李克强的深圳之行在国内和国际引发的反应都预期了这一点 但正如李克强在三月份宣布的那样 他肯定会在明年春天卸任总理 届时将有一个必要的人选 取代李克强成为改革开放的引领者 无论谁接任这个角色都需要政治技巧 习近平常常走极端 当他这样做时 李克强的接任者必须有足够的政治智慧 才能说服习近平进行调整 此外 李克强的接任者必须与习近平保持良好的关系 于是焦点就落在了汪洋身上 2019年3月 中国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照片显示 习近平和汪洋在台上友好交谈 习近平和李克强的关系微妙 很少有人看到这样的寒暄 作为总理 李克强监督中国政府国务院 但习近平剥夺了李克强的实权 习与李保持距离的一个原因 是向世界表明中国的两位最高领导人 属于不同的阶层 换作是汪洋 习近平就没有理由采取这种策略性的行动 改革开放政策的回归 与习近平共同繁荣的标志性经济政策有关 自2021年夏天共同富裕政策推出以来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低迷 而严格的新冠清明 使中国经济陷入衰退 习近平现在谈到共同富裕的次数 明显减少了 完全抛弃共同富裕 会让习近平丢脸 但如果继续他的经济政策 中国经济可能会陷入崩溃 这也是对汪洋能够继续 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 重回市场经济的期望 越来越高的另一个原因 挑选中国总理是有一条铁律 他们是从担任过副总理的人选中选出的 只有精通中国经济金融管理实际任务的人 才有可能担任总理 汪洋于2013到2018年担任副总理 负责对外经济关系 上海最高官员习近平的亲密助手李强 也被传为总理候选人 但63岁的李强 没有北京中央的工作经验 如果李强在未来几周内 前往北京成为副总理 他或许有机会在明年春天被任命为总理 但今年早些时候 上海疫情爆发时的大规模封控 使李强的声誉受损 胡春华也有可能成为总理人选 但胡春华是正牌的团派 年龄也比习近平小了10岁 由于习近平的目标是长期统治 他不得不警惕胡春华 幸好汪洋不是所谓正宗的团派 习近平有可能认为 他可以与汪洋建立良好的伙伴关系 因为这位经验丰富的老将 不会对习近平领导人的地位构成威胁 汪洋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他的年龄 已经67岁的他 可能只能担任一个5年的总理任期 另一个问题是 无论下一任总理有多能干 过去10年所犯的同样错误都将重演 除非被任命者获得足够的权力 来证明自己的能力 汪洋会是拯救中国经济的那个人吗 这取决于习近平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二十大会期敲定海外霸屏 媒体自嗨众说纷纭 据BBC报道 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公布 中共二十大召开日期 并宣布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将主持会议之后 国际媒体包括主流媒体 和关注中国新闻的海外中文媒体和自媒体 纷纷追踪报道与评论 多数报道与评论的关注点 依然是中共总书记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人的去留 和未来中共国策的走向问题 其中国际主流媒体和权威学术人的基本判断是 习近平二十大上将打破邓小平时代修订的两任 和七上八下制度而继续留任主政 并继续他过去十年推出的国内国际大政方针 同时一部分海外中文媒体和自媒体 则继续对中共官媒报道内容 从具体层面取证分析 称习近平可能分权甚至让出权力 而中共也将调整或改变一些现行政策 路透社8月30号的报道 援引专家分析认为 中共二十大将是习近平的加冕仪式 文章论述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院主任 曾瑞生说习近平新时代在对外政策上 将更加以中国为中心 而对内政策上将进一步党领导一切 路透社报道注意到人民日报网上报道 把习近平提出的口号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再度摆在显要位置 路透社文章进一步分析了除习近平连任之外 中共高层人士分配的一些可能性 也同时列举了新的最高领导层 将继续面临国内和国际挑战 主要包括新冠疫情 经济下滑 中美关系和台海危机等等 外交家杂志总编辑蒂耶茨撰文指出 二十大日期公布 习近平预计将连任 并打破中共过去几十年的两任和七上八下的制度 他认为 现任总理李克强不久前的深圳行应该是告别之旅 而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 中国未来走向将与李克强大声几呼地继续改革开放 背道而驰 DX还认为 二十大日期比预计提前 正好呼应了不久前消息人士透露的 有关习近平将参加 九月乌兹别克斯坦上海合作组织峰会 和十一月印尼二十国集团峰会等讯息 彭博社的报道也认为 中共二十大将确立习近平破例连任 报道关注新华社新闻稿中有关共同富裕方面的用词 彭博社报道指出 国际投资者和企业界除关注习近平是否连任和中国未来领导层组成之外 也关注严重影响经济的动态清零政策是否会在二十大后逐步解除 以及对私营和民营经济打击巨大的一些政策是否会继续 另外已经透露出来的习近平一系列高调国际场合亮相 也将是各界关注的焦点 从巴厘岛二十国集团峰会到曼谷的APEC 彭博社报道最后也提到清零政策对香港的打击 以及未来北京新高层将面对的 诸如乌克兰战争和台海危机的挑战 纽约时报发表曾长期驻华的资深记者楚百亮的文章 也认为习近平即将被确认连任 文章同时对未来五年中共最高领导层组合和政策走向 援引专家所有分析与预测 在国际主流媒体和专家分析基本一致认为 习近平连任何政策路线延续成定局的同时 也仍然有一些自媒体人和海外华文媒体平台 依据对中共官媒的观察分析或援引自称的内部消息 继续推出有关习近平权力将被分化 以及习近平可能会倒战下车的讯息 此类信息又主要分为两类 一类认为习近平会部分让权 另一部分认为习近平会到时下课 第一类分析称 面对中共目前的内外困局和党内不同派系压力 习近平被迫做出某些让步 并可能让出中共总书记一职 台湾联合报和经济日报最近就曾短暂发表过一篇爆料文章 称习近平为专心解决台湾问题可能会让出部分权力 不过文章中因为有涉及针对某些国民党资深人士的指称 而引发巨大争议和抗议 发表不久便收回道歉 另一类相关习近平的分析则声称 中共内部已经发生类似于十一届三中全会 或甚至遵义会议类的大变动 并甚至可能会有巨大政策和路线变革 不过尽管异议声音仍存 资深中国问题专家 例如美国亚洲协会资深研究员张克斯 和从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 在最近一次亚洲协会网上公开研讨会上的发言来看 他们并不认可上述揣测 因为尽管习近平可能在诸如新冠清零等某个具体问题上 遇到了一些麻烦 但是没有可信证据显示他不会连任 接下来我们看来自香港出版人袁纯沟在脸书上的文章 二十大是中共的例行公事 不是国人的生死关头 文章说中共决定10月16号召开二十大党代会 表面看来这个会议包含两个悬念 一是习近平会不会连任 二是中共的内政外交方针 会不会大调整 习近平连不连任 内部已有定论 只是我们不知道 但有两点可以预测 一是即使连任 他的权力也会被削弱 二是即使不连任 他也不会全退 只会半退 中共内政外交方针调整不调整 内部也已经有定论 只是我们不知道 但有两点可以预测 一是即使调整 也只是小修小补 二是即使不调整 也不会火上浇油 这些决策基于中共高层对当前局势的判断 外交层面 中美交恶也不可逆转 这是主流 早前中共特使吴宏波访欧摸底 得来的结果不妙 欧盟不会背着美国与中国苟合 这就打消了中共离间美欧关系的最后机会 既然中美不可缓和 美欧不可离间 那国际大局就是中西对抗 中共做多大的让步 民主国家都不会从轻发落了 既如此 唯有死磕到底 但死磕也要有足够的底气 底气不足 唯有且战且走 避免发生对撞 因此中美关系不可能好 但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 恶化到兵戎相见 总是磕磕碰碰不断升温 在底线之前止步 中共不想火上浇油 美国也会适刻而止 俄乌之战未见分晓 美国不遇双线作战 中美关系要彻底破裂 也会在俄乌之战之后 俄国崩溃 美国专心经营亚太 到时中共的日子会更不好过 内政层面 国进民退 共同富裕 打击私企 加强管控都不会变 中共权力不可削弱 愚民政策加强推进 病毒清零不容商量 拯救经济是燃眉之急 二者互相抵消 你进我退 没有中期 今后最大诉求是政权安全 改革已死 倒退正进行中 倒退快慢不是问题 问题是离改革越行越远 当下中共面临执政以来 最恶劣的局势 内政外交无一失出 而且看不到出路 但政权总要勉力维持 有中共的一天 没有习近平 也有王近平 大家坐在同一条船上 船速快慢方向左右 谁掌舵谁化式 关键是船不能沉 只要不沉 一条漏水的船 也要撑到底 一国两制还要讲 国民党还要拉拢 民进党还要打击 合同还要讲 不讲面目太猙獰 武统也要讲 不讲不足杨武威 当下民主国家一面倒称台湾 民进党政府致力增加五倍 岛内居民同心 连国民党都在调整立场 眼前文统路已决 越往后武统的难度越高 至于香港 强弱对比太悬殊 社会抗争被镇压下去 道义有大亏 稳定是假象 移民人多 经济下沉 这都是预料中的后果 再苦的果子都要啃了咽下 大陆经济形势不妙 金融吃紧 日后想方设法从香港多捞一点便宜 帮补百孔千疮的财政 其他的只好管他娘了 所以对二十大不用抱什么期望 习近平是走是流 李克强是退是上 都无关大局 大正方针只有小修小补的机会 没有起死回生的可能 我不相信走了习近平 接任者就能大刀阔斧 重走邓小平改革之路 李克强没那种能耐 大环境也不会给他机会 即使放弃战狼外交 突然向西方国家求饶 还会有人相信他们吗 美欧吃中共的大亏 吃足了后悔药 不可能前贤尽弃 和好如初 中共要维持体面 也不可能到处磕头 做得太难看 既然如此 僵局成常态 心病无药医 只好长期对质 互相消耗 看谁撑到最后 市场经济不肯走 国有经济走不通 两害相权取其轻 只好做足准备 让人民吃草 所以李克强的 长江黄河不会倒流 又是一番糊弄中国人的大话 长江黄河不会倒流 但会干涸 中国人给中共70年的机会 等他醒悟 等他变好 等他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 符合人民的期望 中国人一次次失望 一次次受苦受难 每次都安慰自己 我们的日子会好起来的 等到今天40年之改革大梦 将醒呼 二十大是中共的例行公事 不是中国人的生死关头 不必把它看高了 习近平干了十年 要走要留 总要有个了结 这是绕不过去的事 至于长远的方针路线 在邓小平手上已定了 四十年韬光养晦 政治经济走回头路 是既定国策 与二十大无关 习近平病在太无能 换人恨无大国手 不换人只好由习近平在胡搞下去 前无去路 后有追兵 事局致辞 乌乎挨哉 至于后事如何 也只好走着瞧了 接下来我们看自由亚洲魏普的署名文章 美中高科技竞争进入混战 文章称 8月9号 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2800亿美元的 2022年芯片和科技法案 美中之间的高科技竞争 裹挟着地缘政治和台海危机 就此进入令人眼花缭乱的大混战阶段 有意思的是 从美国总统到国会两党议员 再到中国官媒和中国工程师都认为 这个芯片和科技法案是明显针对中国的 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 该法案禁止获得美国政府资助的公司 在10年内向中国投资先进制程芯片 尤其是14纳米以下的先进制程芯片 拜登在法案签署仪式上的讲话中多次提到中国 他说中国共产党积极游说美国企业反对这项法案 这不令人意外 但是美国必须在半导体生产方面引领世界 这个法案在严重分裂的华盛顿产生了某种惊人的效果 民主党总统获得了17名共和党参议员和24名共和党众议员 对该法案的支持 当然这也和中国传出已经成功制造出高阶芯片的消息有关 就在美国参众两院经过漫长的13个月的辩论 准备通过法案时 中国方面传出了7纳米芯片制造成功的消息 而在2020年中国制造商还难以造出40纳米以下的芯片 中国的飞速进展让美国两党议员深受刺激 本来共和党人一贯反对干预市场 民主党人则总是批评政府把纳税人的钱投入私人公司 但现在他们相当罕见地达成了共识 他们已经不在乎中国政府批评美国也在搞什么产业政策了 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说 过去和苏联冷战时政府可以袖手旁观 现在不行了 这一次我们不能坐视不理 对这个法案西方的主流媒体如纽约时报 法广BBC等和中国官媒都刊发了评论文章 有意思的是他们的看法也很接近 纽约时报说这是为了抗衡中国 因为美国不想被中国打败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天也认为 美国的法案就是以中国为目标 试图阻止中国获得加速其技术独立的高科技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则表示 法案对美国本土芯片产业提供巨额补贴 是典型的差异化产业扶持政策 和美国老批评中国搞产业扶持政策一样 不过许多中国人认为中国有巨大的优势 根本不怕美国打压 什么中国芯片制造优势短时间内不可取代 美国芯片法案无法阻止中国芯片产业的发展 中国芯片规模量产中低端芯片兼有低价优势 美国芯片后悔不迭 这一类豪言壮语斯的文章在大陆网站随处可见 这些文章认为中国在芯片市场竞争中有巨大优势 中国拥有全球最广泛的电子制造产业链 终端品牌和市场需求基础 带动国产芯片采用和本土芯片制造规模成长 中国大陆现在是全球半导体设备的最大市场 销售额增长了58% 达到296亿美元 在全球市场占比高达41.6% 但是中国的芯片业优势在西方人眼里不值一闻 中国为了快速发展自己的芯片业 不择手段的搞弯道超车 已经搞臭了自己的名声 他们的手段有这么几个 一 剽窃 中国科技公司如华为中兴窃取美国的芯片业科技 早已臭名昭著 最近传出中兴国际生产出来的7纳米芯片 有专家说就很像台湾公司台积电 7纳米制成技术的复制品 台积电曾经两次起诉这家中国公司 二 挖墙角 中国政府推出千人计划 用优厚的报酬挖走在美国和台湾公司 从事高科技 尤其是芯片科技研发的华人 三 中国政府强力注资于芯片业 推出以芯片业投资为基石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 近几年中国政府挹注芯片研发的资金超过1000亿美元 正是这些不择手段的弯道超车 让美国和欧洲国家心生警惕 严管对中国的高科技出口 中国以后还想这么干 肯定没那么容易了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一些芯片业工程师 对中国的芯片业发展再次被美国管制 而感到相当悲观 他们说中国的芯片研发这几年根本就毫无寸进 国家的悲剧在于没有进步的希望和国外的差距越来越大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点击节目内容简介里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